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吴宜林 2017亚太经济合作会议11号落幕 APEC领袖代表宋楚瑜代表团回到台湾 强调这次APEC是中华民国非常高层次参与 他在此行与各国领袖都有交流 对于各界关注的两岸互动 宋楚瑜形容友善自然 他也呼吁各国别让历史成为绳子 绑住手脚 应该好好合作 这番话赢得APEC预会者掌声肯定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经济领袖会议落幕 台湾APEC领袖代表宋楚瑜 11号出席领袖工作午餐会时 比喻历史为镜子而非绳子 呼吁各国让历史成为绳子 绑住手脚 应该切断绳子 好好合作 一席话赢得现场掌声肯定 过去有很多战争的冲突 但是今天看了会议场里面 美国跟越南肩并肩的两位 坐在一起 中国跟日本又坐在一起 想想看 我们过去战争来解决问题 但是今天我们大家都晓得 坐下来用和平的方式来相互监讨 宋楚瑜此行国内特别关注 他和各国领袖 尤其是和中国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互动 宋楚瑜以友善自然形容两岸互动 宋楚瑜表示 也和美国总统川普 国务卿提勒森等人 有很好的互动 但是必须先向总统蔡英文报告 才能公开详细内容 至于双边会谈 宋楚瑜并未透露 和哪些国家会谈 只强调 此行没让负责安排的外交部失望 目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透过脸书发布 和宋楚瑜妇女查序的合照 证实台新有举行会谈 宋楚瑜观察本届峰会表示 尊重包容合作互助 是各国领袖展望 未来经济发展的共识 在这一次里面谈的最多的字眼 就是包容 分享 合作 大家都在讲 今年的APEC峰会 还受到川普主张美国优先的政策影响 会后的联合宣言 誓言对抗不公平贸易 和去年未提及双边贸易相比 今年也强调双边区域和多边协定的重要性 而美国国内目前通俄门事件延烧 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廷 在APEC上的互动 格外引发关注 川普和普廷虽未正式会谈 但是共同出席多个会议 互动交谈多回 两人对于通俄门的回应同调 以致否认俄罗斯干涉去年美国大选 中央社记者侯兹营 吴亦宁 香港报道 华府台湾同乡会举办感恩节餐会 何乐静代表美国国务院出席 亲切秀台语 他细数过去一年台美关系的重要领程碑 包括总统蔡英文出访南太三友邦时 过境夏威夷和关岛 美国宣布对台14亿军售 以及日前台湾正式加入 美国全球入境计划 都象征台美关系持续强化 华洛进也赞许台湾的 合格率和国际接口 也许多能正確的方法 我无法在ити估计 美国各国圈启争想是 接触到台湾的供应对台湾的 感恩旅行者 这些合格 partners 是更多的信息 美国与台湾的承诺 和諾靜也讚許台灣在北韓議題 和國際對抗伊斯蘭國上積極配合 美國會持續協助台灣 在聯合國體系外拓展國際參與 和諾靜透露台美全球 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將在台北舉行 討論婦女權利環保能源等議題 到越南參與APEC的領袖代表宋楚瑜 宣布和美澳共同成立的 婦女與經濟子基金 就是展現台美友好的夥伴關係 中央社記者張金葉 鄭崇升 華盛頓報導 陣容最堅強的新聞團隊 全球布局居台灣媒體之首 將近30個據點分布5大洲 以台灣觀點掌握全球脈動 日本職棒日本火腿隊 投打兼備的球員大谷翔平宣布 將透過日本和美國間的入閘制度 前往美國挑戰大聯盟 大谷翔平選在日本時間 11月11號的上午11點 正式公開說明 呼應在日值的11號背號 大谷翔平加盟火腿隊5年 以投打兼備二刀流表現亮眼 展望美國大聯盟 大谷翔平期盼能繼續 他能投又能打的二刀流 挑戰大聯盟 一直是大谷翔平的夢想 他表示去年火腿隊拿下第一號 富美的念頭越來越強烈 それは野球やっている以上は やっぱりプレーしている中で一番 一番の選手になりたいと思うのが 普通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ってますし 野球に関して言えば 何をもって一番なのかというのは 測りにくい部分があるので そこが難し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ど やっぱりそれはファンの方々であったりとか いろんな人たちが 彼が一番だと言ってくれるのが 選手にとっては一番幸せなことじゃないかな 大谷翔平追夢 火腿隊支持 但日媒報道 眼前还有障礙 日媒間的入閘制度 10月底 已经失效 儘管双方大致同意延長一年 但大联盟球隊工会 已经表示反对 大谷翔平 要挑战大联盟 恐怕 还有困難 JR社綜合報道 加泰隆尼亚前自治区主席 普伊格蒙特和四名前閣員 因推动独立运动 被西班牙当局通緝 藏身比利时 日前他们向警方自首 比利时法官审讯后 同意有条件释放 普伊格蒙特7号首度在布鲁塞尔现身 受到大批支持者热情欢迎 他呼籲继续捍卫加泰隆尼亚 并要求欧盟表态 普伊格蒙特获释 200位加泰隆尼亚各地市长 专程飞到比利时声援 高举象征市长权力的首帐 对普伊格蒙特高喊主席 希望透过集会向国际发声 让外界了解加泰隆尼亚人的心声 加泰隆尼亚议会表决 宣布独立后 西班牙政府便接管这个自治区事务 将地方领袖革职 并宣布12月提前举行区域选举 民调显示支持加泰隆尼亚独立的政党 将获得最多票数 普伊格蒙特呼吁支持独立的政党 团结一致 预料选战期间 挺毒和反毒阵营将再度掀起大规模示威 中央社记者唐培君布鲁塞尔报道 热线消息 带您来看美国总统川普亚洲行抵达最后一站菲律宾 由于川普在APEC领袖会议上表示愿意调解南海争端 却被菲律宾总统杜特蒂警告别碰 而杜特蒂写新扫毒行动受到国际抨击 为此曾与美国关系紧张 14号两人的正式会谈川普是否将针对人权法治等议题表态 或在南海议题有更进一步的好论都备受关注 后续发展也请您持续锁定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吴亦林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